想来意大利游学是不是 来听听我讲一讲我在意大利真实的渊重生活 今天讲讲就是学习这块 由于疫情这个原因 我们大学它呢是阶段性的可以去教师上课 但是呢由于我比较胆小 我从来就没有去过教师 我只只有一次 就那一次 然后呢由于我是爱听不懂 我就决定了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学习 然后我昨天呢是上完了我的那个最后一节课 就我研究生不是两年吗 最后一节课上完了 而且都是线上课 所以就等于哈 我就约等于 我研究生就是在网上上的 所以这你说我跟在中国有啥区别呢 就没有区别 我要是在中国的家里上课的话 我还省个房租了 是不是 就我这个学习呢 怎么说呢 就我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水平 B这个水平 听这段课 真的是完全听不懂 就只能听懂个什么 早上好再见 就是就昨天那一刻结束了 我发现我可能 也就能七七八八的听懂个 百分之三四十 或者五十六十 反正我不可能完全每个词都听懂 然后这就导致呢 就是我就是考试的时候 就是造成了 我对老师的这个伤害 由于我这个意大利语科科巴巴 就他作为一个无语者 他听着读到新 是不是 然后呢 学习这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都没有留学生说过 就是你上课听懂这个事 你咋解决 然后我就不想方法呢 我就解决啊 我就去那个油管上 就是把我这个就是上课这个视频 我给上转上去 当然我上传 就是都是那个不公开的嘛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连接 然后让油管给我自动生成字幕 就否则的话 就是如果没一个就是 就是字幕提示我的话 我还根本 就就就真的一打看懂了 你说这个造孽呀 但是油管那个字幕 也不是说它特别精确 然后也乱七八糟的 就就就就反正有一些错误 就导致老师讲的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理没理解 就是我到底学了个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你就这么困惑了 就天天有这种困惑 然后很多东西啊 我是很想学的 发现就是没有中文的这个译本 你在中文世界 你找不到这些资料 我的天哪 你说那怎么学 这一个我根本就不熟悉的语言 然后又学一个 我根本就不熟悉的这么一个学科 我到底学成了什么样子 怎么去验证我 学的这个东西 就我想这个东西 是不是老师让我传递的 我也不知道 就每天就特别的疑惑 就是考试怎么通过也不知道 我现在纯属是关坏的 被关坏了 现在变成小公主了 就是跟老师说话都说英语 就是恳求人家 就能不能说英语 然后给我个分就行 就我都不要求别的了 你说每门都要三十分 做一个优秀毕业生 那是你开始来的这个想法 我告诉你们 我每天接到这个私信 就是对这个大学生活 就是有无限的这个憧憬 也有无限的这种恐惧 恐惧是什么呢 恐惧是什么 比如说那个有疫情 怕得病 这个不用恐惧 我以前拍过视频 说这个事情 然后再就是呢 问我能不能去打工 打什么工啊 你以为这个东西很好学吗 我每天 我十二个小时候都在学习 我都学不明白这个东西 然后你觉得你又去打工 又在学校里面学习 你就能把这个东西 就能给学会了 你们都是天才 我不如你们 我要是跟你们同期入学该多好 是不是 咱还能互帮互助的 你们随随便便就能学会 我也讲一讲 我也学会了 你们这些聪明的大聪明 带着我这个小分带 你们想太好了 我告诉你 真实的游学生活 就是很苦很苦的在学习 你想中文里面 中文世界里面 没有这个知识 你要重新建立这么一个体系 老花功夫了 你知道吗 就很多事情啊 你这个想不明白 你想不明白 A BCD 跟他都是环环相扣的 你卡到的A这块 你下面你都想不明白 然后我不是 学会了自己学习了吗 哎 好嘛 学会了自己也说不出来 最后只能说英语 结果导致这两年 英语越来越好 意大利语还是稀烦 然后由于我这个研究生 这两年 都是在上网课 我没有见过我的同学 没有见过我的教授 我就是天天对着这个 电脑屏幕啊 在想象着 我以前 我 我又来上大学的时候 我心里怎么想的 我想就是 哎呀 你看 咱是来欧洲上大学 然后是跟一群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起 是吧 那我等于老鼠尽米缸了吗 哎 可我开心坏了 你知道吗 但是现实是怎么样的 现实就是 学校门在那开 我也不知道啊 都说佛代的这个食堂很好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从来没有去吃过啊 然后至于什么小鲜肉 哎 这个就是失算了 我是在人文学院 这个人文学院 他就是女的多 那还有什么小鲜肉 就看我 我线上 就是看他们啊 就是我这个男同学 不怎么样 真的不怎么样 就是还不如我听着上 摔摔那些男嘉宾摔呢 真的啊 真的就是 当然我不是人生攻击他们 就是依照我这个 这个小阿姨的这个审美来讲 他可能不是我的那倍差 听到这儿 你是不是觉得 意大利留学没什么好的 其实你要是看到这儿的话 我觉得就是作为 就是关注我 有一段时间的人 你这个认知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现在马上就要说 就是这个事的优点了 确实有很多的缺点 留学也很苦 包括你要适应当地这个环境啊 然后还有熟悉一个 就学习一个 你并不熟悉的一个语言 但是这样 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些连中文译本都没有的 这些书籍啊 或者这些知识 你想你在国内是真的学不到的 你想你在国内是真的学不到的 你只有在这边才能学到 你如果说你没出来留学 你不会这本语言 你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知识 你明白吗 就是你其实是赚的 而且赚了多少 这个可能是在你以后的人生中 不断的去发挥这个作用的 像咱们的大学 咱们国内的大学 然后包括一些现在国外大学的一些缝合怪专业 就是他把就是一些什么商科文科就混到一起 然后还搞得好像就实现性还很强的 这种呢 我也不能说到不好的 就他可能是比较好被录取 但是呢 就像我学的一种就纯理论的这个专业 他真的是会给你建立一个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思维体系 然后呢 去老师会引导你 就是去培养你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学术思维 这个就是真的是 我没怎么见过其他的这个留学博主说过 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一点 或者说很多 因为很多留学的号都是中介嘛 可能他们觉得这一点 对这个学生这个申请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真实实的 留学的这个收获 咱留学学嘛 咱是要学习对不对 那学习你就要学一些好的 对吧 学那些你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建立整个的另外一个体系 还有就是在中文世界里找不到的那些知识 这个就是来这边留学的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收获可能是 会影响我的下半生 就影响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 因为很多知识它是潜移谋坏的 我不能说 比如说我学会的 就是比如说缝个枕头 比如说我学会的缝枕头 我立刻我就能表演给大家看 对吧 但是这个学理论的话 你很难就是像表演节目一样 就是给大家去说这个事情 而且我学习 这是并不是为了show off 并不是为了炫耀 学到的都是自己的 会让自己内心满足 会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风盈 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愿重 你也不是愿重 我希望你能多出来看一看 走一走 如果条件允许 我是说如果你经历允许的话 留学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的冤枉生活还在继续呢 因为我还没毕业呢 下个视频再跟大家讲讲别的事 再见 再见